这样的柳树我们怎么画 画柳树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 这个树干和这个柳条是分开的 先把枝干骨架打好 墨色稍微重一点 我这是用的半生树 偏熟的烤纸 用起来特别滑 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 建议大家用半生树偏生一点的 那种纸能够吃住这支笔 而且变化比较丰富 你像这样的纸比较滑 初学者很难控制 而且这样的纸它是招摇镜 你这笔上功夫不行 一下子就能看出来 当然用生圈也可以画 好了 现在开始换笔了 我换了一支小一点的笔 墨色也淡了 这一步 再画一些比较粗壮的小树枝 收带着一些比较主要的柳条 你看我们又一步一步的画 这是第二步了 这一步墨色还是偏重一点点 画的书要随机一点 不要在一个地方蹭 有雨露均沾 画画 一定要东画一下 西画一下 这样画 潇洒 也统一 如果老在一个局部蹭它 就很容易画腻了 你看到了这一步 整个质干 还有一些主要的柳条都已经控制了 这时候我们用淡墨 开始往上蹭 这样停止也可以 再画一下也可以 染色的时候 干一点这样操 花青 加藤黄 加一点墨 一定要干操 好 画完了